好 同学们 欢迎回来进入第五 前面的四道题啊 我们学习了正方形格点的皮克定理和三角形格点的皮克定理 但是这些图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格点是不是人家都已经画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数一数就OK了 对不对 可是第五这个 同学们看看 这个格点它到底在哪呢 正方形ABCDEF它的面积呢 是180平方厘米 M这个点是AD的终点 N是CD的终点 P是EF的终点 有三个终点 这样呢 会连出来一个倒着的三角形 现在的问题就是了 在已知正方形面积是180平方厘米的基础之上 问这个倒着的三角形面积是多少 首先 看到了这个三角形啊 好 同学说 面积公式底层高除以2 有吗 没有 显然没有啊 所以对于我们 直接用三角形面积公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另外再想想 你用三角形面积公式 跟我们今天学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格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当那种可以分割成很多个相等小图形 比如说能分成好多正方形的正方形格点 或者是能分成好多正三角形的正三角形格点 凡是像那种图形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用公式把它解决 可是这个 你看看 有格点吗 没有 没有 那怎么办 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既然学习到了这里 常说的一句话 化为之为已知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没有的 那你就去造呗 那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要想造成格点 那得去分吧 那分的话 是分成正方形比较靠谱呢 还是分成正三角形比较靠谱呢 正三角形 你看这个样子 它也不像正方形 对不对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像个正三角形啊 那分成正三角形 可是整个原来的图形是个正六边形 那在这儿要说了 正六边形跟正三角形 其实是非常具有联系的 它们之间是亲戚 那同学们想 正六边形 咱先不看中间的这个 对于正六边形而言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分成相等的正三角形啊 有的 太容易了吧 怎么连呀 连它的对角线AD 把AD连上 然后把BE连上 把CF连上 这样一连完了之后 那你看 123456分成的就是六个正三角形 那正三角形现在是已经分完了 可是我要求的是阴影 对不对 可是这个阴影 你看看 它跟这个正三角形 也不太好看吧 是的 这个也不太看得出来 那 选择分成正三角形这一条路啊 你是走得对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分完了没用 这样一个结果呢 那同学们想一想 当你分完了以后 这个图形当中出现了什么图形 你看看 比如说这边好像是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这边是个看着像T形 这边是个三角形 那这个呢 也是三角形 这个呢 三角形 这个呢 哎 除了那些不靠谱的图形 出现了很多小的三角形 对不对 而这些三角形 看着好像倒是差不多的 那么同学们想 我们之所以分成这个没有出来 那完全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 你分的不够C 那同学们想 我要想再分的C一点 现在你已经分出来的图形当中 最小的三角形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想分成这个样子的 你就得往上添线吧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一条线添出来 这一条线添出来了 但是显然这边还差一条线 那也就是说 这种终点的线 我们也是要把它连接起来的 所以这个图形 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分 把终点这些线也连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样整个的正三角形的隔点 是不是就出来了 仔细看 整个的正六边形 被分成了多少个小的正三角形呢 24个 24个 总面积是180 每一个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你阴影部分 其实不用隔点面积公式 数一数 完完整整的 一共几个呀 九个 好了 那一共180 是总面积 它被分成了24个 所以除以24 得到的应该是 一个 那乘以9 得到的是总共 阴影部分的面积 对不对 那现在的问题又出现了 同学们 我相信经过了计算的同学 应该马上发生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180除以24 得几呀 能不能抽得进 能 等于7.5 只不过它数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得到的是个小数 其实经过了第一奖小数的运算之后 你会发现 小数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困难的吗 不是啦 所以不要再以小数 作为一个困难的点了 这一关 你是一定要过去的 好了 那最后得到的总面积 也就出来了 67.5平方厘米 这道题当中呢 我们用到的就是去分割 而分割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成了很多形状大小 都一样的图形 而这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这种分割成小正三角形的方法 而这些大小形状都一样的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单位圆 对于我们的图形啊 如果能用单位圆分割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分割成正三角形的 凡是看到了正三角形 正六边形 马上想能不能把它分成正三角形呢 我们单位圆的分割 同学们 你讲我了吗